最高法院認證的抹黑 鄧彥康選在週日特定只沒 僅僅半板向林昌明道歉 但說好的驅棍球卻還是耐嚇言 不知道法院的要求做這個動作 賠錢跟動報道歉的動作 這個我大概錢會被罰光 對我來說這個動作遲早要做 那不如就把它做了 但是法律可以做這樣的判決 但是法律沒有辦法強迫我 要我心甘情願 我還是非常的不服氣 一言寄出的諾言 即使心甘情不願 本來就一翻兩瞪眼 燒了法律的強制力 段宜康的一百種賴皮理由 聽在林昌明額裡只有一句形容 烏漏偏逢連夜宇才被判賠一百萬元 段宜康就在10號又發生機車擦創 與人一萬元和解 你等等爆 讓人家覺得你好像有遵守法律 然後你另外一方面 你又說你是被逼的 那你登爆的意義在哪裡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還是回到剛剛所講的 你登了爆 你又怕人家質疑你沒有吞曲棍球 所以你又出來講說你是很委屈 好像讓大家同情你 這都不會發生任何效果 你說出來的話你就要負責 不管曲棍球最後是吞到肚子裡還是耍賴皮 如今看來都將一輩子跟著段宜康如以隨行 接著台北總部囉 你不是太招き了嗎 你不是太招き了嗎 我一定要來 你不是太招呼嗎 我如果想想要求你